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讲完了非洲回过头来 回来一点点 在我们的太平洋这一边 我们要讲什么 要讲澳洲了 原因是因为澳洲呢 现在在前首相Morrison下台之后 他抗中但是呢没有选上 大家就在想他们的路线是不是会调整 结果我们就看到了 确实有一些调整了 他们的大型矿业公司日前呢 说主动用人民币来交易结算 是怎么讲的 他们说美元可能要过时了 所以呢 他们现在也希望来用人民币结算 还说呢 这可能就是一个新的支付方式 而且我们的铁矿实业非常欢迎 好我们都知道呢 澳洲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原始的这个能源方面 在原物料方面的一个大国 那先前呢 因为抗中的关系 中澳之间的贸易 因此受到一些影响 现在有所改变了 美方当然也注意到了 所以呢赶紧拜登上任到现在 终于有驻澳大使了 而且还派了这一位前第一家庭的女儿 甘乃迪总统的女儿叫做卡洛琳 卡洛琳先前呢是驻日本的大使 然后呢在那个时候 哇日本全国的民众 我还记得他走马上任那一天去见天皇那一天 还搭着马车去的 好大家非常的在意他 在日本这边呢 确实战机不错 现在转到了澳洲 他说什么 他要结束美国在这个区域的空窗期 手要伸回来印太了 最主要原因就是 现在呢在南海这边 美方他们确实发现 也许需要澳洲的帮忙 所以咯 他们先前呢 在四十年前 澳洲呢很想要来研制核武器的时候 美方说不好意思我们有所谓的核不扩散条约 所以我们没有想要来帮忙 可是现在呢 他们要发展的是核潜艇舰队的时候 AUKUS说 没关系小老弟我来帮你 目前呢在英国这边呢 他们就要在澳洲部署一个核潜艇舰队了 要展开的就是 一起来研制核潜艇的计划 好而且还说呢 这个核潜艇部队会部署在澳洲 一直到2040 重点是什么 这四个字 警告中国 另一个部分呢 纽西兰这边也说 要部署两艘的潜艇 来维护太平洋的伙伴安全 但是现在大陆这边却发现了 说有没有可能你这个计划 是要引爆所谓的亚洲核武竞争 因为他们发现说呢 在签了相关的安全协议之后 那个时候不是说要造核潜艇吗 不是核武器啊 但现在突然的转让核材料 目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只是要发展核潜艇的话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举动呢 因为先前美方确实呢 有希望把这个北约有所谓的亚太版 印太版 到底可是不是要取代东协 变成地区的焦点 毕竟你的Rimpact军演 有一半基本上都是北约成员 或者是合作伙伴 那你现在呢 也把包括了日本啊 澳洲啊 纽西兰印度 通通要去参加你的北约峰会了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样 借着美中争夺南海的主导权 那希望把澳洲呢 也拉进来 变成自己在印太这一边的主要对象 大家真的都同意吗 因为呢 在澳洲这里的广播公司 他们就直接讲咯 我们需要的其实是跟东协合作 原因是因为 我们要发展的是经济啊 我们要向好的方向来发展 要扩大我们在东协的影响力 我们其实可以跟中国学习 如何在东协站稳脚跟 请教少伟哥了 如果说他们真的是要发展 所谓的核潜艇的话 为什么要转让核材料 以前说不行 现在呢 突然这方面不那么在意 好 战略思考 其实这次澳洲 他之所以需要核潜舰 也是经过美国跟英国 他们彼此之间 对于澳洲所在的位置而好 如果说今天 因为当初把这个案子打掉 就把那个原本法国跟澳洲之间的 这个潜舰交易把它打掉 因为法国提供还是传统动力的潜舰 但是经过这么一算发现不对 如果说今天澳洲的这个潜舰 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活动 如果是用传统动力的话 那他今天如果到台海周边 真的如果完全没有办法得到外援情况下 他没有补及 就是靠自己的这个 所有的燃料 这个相关跑出来 然后到台湾海峡 不行出来 嗨 然后我就要回家了 没办法留下来作战 对没办法留下来 所以在 因此就是美国跟澳洲同意 让澳洲拥有这个核潜舰的这样的技术 所以我必须要说 大家其实 这个部分来说 如果说你硬说 你要让人家发展核潜舰 或者说那个核子动力的这样的技术 就认为说 今天要输出核武的话 那我又必须要说 就跟我们的执政党很像 好像就逢核色变 其实核子反应器 特别是这种军用的核子反应器 它跟核弹的技术 还有很大的差距 因为这个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浓度 也就是说 你今天要能够引发 连锁反应的这种核浓度 你一定要达到97%以上 这个才叫武器级的核浓度 也就是说美国今天没错 它可能会借由这个核潜舰计划 同意让澳洲拥有军用核反应炉的这样 就是舰艇用核反应炉的这样的技术 但是以目前来讲 这个世界上 把这种舰艇用的核反应器的燃料浓度 用到最高是谁 是美国 它可以用到95% 它用到95% 其实已经是跟过去来讲 已经很大的一个突破 但是它敢用到这么高的浓度 就是知道95%的浓度 还不会引发连锁反应 像美国最新的 普特舰航空舰 它下水的时候 它的核子反应器的燃料浓度 就95%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今天你要如果来 给这个核反应器 来装天燃料的话 它其实就是用诱燃料棒 然后这个诱燃料棒放进去 它只要确定 它不会引发这个核子 那个连锁反应 对美国来讲它是放心的 因为你今天要做这种核武器的话 其实第一 你一定要能够透过发电 去提炼那个布 然后这个布提炼之后 还不说提炼出来就算了 你还要经过各种离心 这样处理 然后能够把原先的这个布 变成一个浓缩的这样的东西 这些都是非常大的技术 而且是国际上是管制非常严密的 像现在为什么你说 伊朗弄 然后弄到全世界都要关注它 就是因为它今天一开始进行 这个技术开始在做的时候 北韩全世界都在看 所以你看为什么伊朗跟北韩 遭到世界上这么大的一个 等于是那个制裁 但是如果你今天澳洲这样做 如果澳洲这样做 而美国就放任它的话 那对不起 那你美国就没有威信了 而且其实对这些联合国的 常任理事国来讲 中美英法书这几个 常任理事国来说 核扩散是绝对不能发生的事 因为你一旦核扩散 让别人有了又有核武器的时候 相对来说 你对于这个世界的 这个载制权就降低了 所以其实这个世界上来讲 特别是越是这几个常任理事国 越不希望这种核武扩散 它可以提供澳洲相关的 和潜舰的这样一个推进方式 因为其实的确有需要 你澳洲在西太平洋地区 处在那么样一个 咔咔角的位置 你的潜舰 你不管今天是到南海也好 到台海也好 如果你是传统动力出来 真的你到了那边 我就该回家了 那这个也是美国希望 未来澳洲在印太战略上 这个水下舰队的布局之中 的确是没有办法弥补问题 所以必须要把这个技术提供给他 但是真的并不代表 就是说这个东西 就代表了核武器的扩展 因为如果说 你把这个核子反应器的这个技术 就你类比为核武器的话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 你今天你要做核武器的话 你要有这种核反应器 去开始生产跟提炼 你的核燃料是绝对的 是绝对是第一步 而且是重要一步 但是并不代表 有A就等于有B 是 好 来其实一切回过头来 为什么要给他 是因为我希望你能够来帮帮我 我在南太平洋这边 我在印太这边 我希望你来帮我做事情 那请教杨老师了 因为这次他派出的是什么 是卡洛林 我们都知道他在日本的时候 其实他外交搞得还不错 现在他说他要结束美国 在澳洲的空窗期 可能也是因为看到了 经济问题 好像现在还是澳洲人最在意的 这个通常驻外大使 不会对外交政策 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力 所以我觉得我倒不太 重于吃这一块 而且甘乃迪的女儿 在日本的时候 也基本上吃 主要都是开派对 那我倒不觉得 我是觉得AUKUS 这个八艘核潜舰 本身就是核武器的扩散 它不是说有A 不见得有B 它本身就是B 因为这个其实 1968年核不扩散 我们过去的理解都是说 核子设施 尤其制造核弹 核弹头的这些设施 可是事实上整个战略武器 它是一个整个package 都不讲载具的这一块 而核武器 核潜舰它自己本身 有这样一个核动力 那这个是用在做科学 医疗 然后相关的技术研究 或发电吗 这个是1968年的NPT的条约 写得很清楚的 非核武国 其他的五大国家以外的 其他都签署的 澳洲也签署的 你可以接受来自于核武国家 拥有核子技术的国家的移转 只能用于发电 医疗 科学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的核电厂 事实上都24小时的 国际原子能总署的监视 它就会看你是不是有在做 其他的这些应用 当然这个技术不是说一天两天 甚至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 但是即使是你核电厂 它已经都监控到这种地步 美国帮澳洲做了这个核动力潜见 这就是明明显显的 违反1968年的NPT条约 因为它本身就是核子动力的武器 就是核子动力武器 过去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也许法国过去有帮巴西承诺 但是也都还没有做出来 那这样子的一种核扩散 核武器扩散 核子技术扩散 其实它不只是会造成 就是说区域的军备竞赛 因为东南亚国家 现在就很紧张了 印尼就很紧张 就很不满意这个AUKUS 然后现在开始美国对日本 间接的在施压了 在两个礼拜前 日本的富士电视台 有一个讨论 九个政党的党首 然后尤其是面对岸田文雄 那个时候还在安倍被刺杀之前 然后就有日本维新会的党首 他就说 他说我们应该考虑 是不是要发展核子动力潜见 很清楚这就是要学澳洲 就是要学AUKUS 因为对美国而言 第二岛屿链的这整个掌控 一南一北 如果都有核子动力潜见 就等于是把你卡住 因为你有一旦核子动力潜见 你的军港 你什么相关的设备 你都要搭配套的一起来 但是岸田文雄马上就说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个不需要考虑 他一句话就带过了 当然反对的这些 反对党的声音也很强 所以因为那个就违反日本的 非核三原则 这是一个大的战略开始在变化 美国在希望他的副警长门 澳洲也好 日本也好 开始在做他的代理人 在武器技术上 甚至走向核子武器的发展 来做前置 至于中间像我们台湾这样子 那就是真正的代理战争的 发生的场域 永远被美国作为一个 抗中的笔尖在戳 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战争的经验 难道还不够血腥吗 是 好来 丁哥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永远沙克迅人 好像认为所有的事情 都是应该由他们来主宰 然后其他的民族都不能参与 就算澳洲他真的在实际上 实务上他有需要核动力潜见 法国也会做核动力潜见 你们当初人家都已经跟他 签好合约了 顶多你把它改成 我本来要采电潜见 后来把它改成核动力潜见就好了 那为什么不这样做 反而是把法国的单踢掉 然后换上自己的 你们美国的潜见给他 那请问一下 这是百民在抢生意 然后马克宏也满闹的 本来说怒不可遏怎么样 结果拜登安抚他两句 而且安抚得很好笑说 不好意思 我应该先知会你 我应该先知会你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还是要抢你的生意 只是比较礼貌的抢而已 其实这样子而已 他还是这样抢 事实上也是这样 美国到现在有说不要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安格勒斯特训言很恶劣的一个地方 但是话说回来 澳洲如果想要成为太平洋的霸权的话 他确实有需要要有核动力潜见 可是问题来了 澳洲为什么要成为南太平洋的霸权 你看杨默教授刚才也讲了 他一旦开始要准备要有核动力潜见 他要大肆扩张军备的时候 他周边的国家不会紧张吗 纽西兰可能比较不会紧张 因为他也是安格勒斯特训言的国家 可是印尼 其他东南亚这些国家 不会紧张吗 你澳洲搞这么多军备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没有一个国家对你澳洲 你澳洲搞这么多军备 你澳洲搞这么多军备 你澳洲搞这么多军备